泰国的火车夜市又回来了 相信大家以前来泰国旅游一定会去打卡火车夜市 对不对 那之前呢 东东也去过啊 真的是人山人海 几乎每一个旅游团都会去的火车夜市 那因为疫情爆发以来呢 那个火车夜市已经宣布倒闭了 关掉了 然后呢 现在新的火车夜市又来了 就在哪里呢 位置大家可以坐地铁到这个Ramagal下车 走三号出口坐过来就可以到了 那这两旁呢 就是Santra Ramagal的商场 它就是夹在这个中间的一块平地吧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新啊 那大家以后就可以过来打卡 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夜市和那个火车夜市 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水果西施 火山排骨啊 他们都还在这里 至于说这个夜市的老板是同一个 所以说在那边关了之后呢 就搬到这边来了 那现在我刚刚走进去逛了一下 已经有很多的本地人 还有些在泰国生活 一些中国人也就过来啊 当然还有很多的欧美游客也在这边 那今天呢 董董老师就大家来打卡 这个火车夜市啊 这个夜市叫做Geo the Fair 打在这里 大家以后打车 谷歌 坐轻轨地铁都可以直达 好了 不不期待了吧 赶紧和董董 一起来逛泰国的夜市火车夜市怎么样了呢 好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火车夜市的路口啊 这个就是正门很方便呢 开车过来也行啊 然后坐那个轻轨地铁过来的话 走到这边来就行 然后大家就能看到这个标志 Geo the Fair 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就是正门口 这边呢 就是吃的 主要都是在这一边 吃的喝的玩的衣服啊 小特色的都有啊 那赶紧和董董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然后走进来的话呢 在最外面啊 这个外围的话 它主要是卖一些衣服啊 还挺文艺的啊 比如说像我身上穿这种衣服 然后一些大象裤啊 泰国特色的一些手工衣品啊 文艺小青年呢 可以在这边看一看啊 这里主要就是很多那种 泰国的年轻人啊 他们很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 主要是价格也比较实惠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吃东西什么的啊 找水果西施 你就要往前面走啊 就是在里面 就吃的啊 喝的啊 都是在那一边 哇 一走过来就特别的香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走到了这边 食品区域啊 就是在这一片的话 这边的话非常诱人 我觉得可以逛很久很久 终于找到了水果西施摊位 然后 老虎 芒果的哈 我要芒果的 OK 然后我要了一个芒果的冰沙 因为我最喜欢这芒果 我们一堆人过来 发现这里有好多好多人 都是中国人过来打卡拍照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们的芒果还有西瓜的冰沙 芒果它这个都是现切的啊 然后西瓜也是刚刚我们四杯嘛 所以它就切了 你好 还是那么的美丽 成功打卡了水果西施的芒果冰沙啊 那芒果冰沙是50泰铢 西瓜的是45泰铢啊 呃 现在呢我们要来吃点东西了 大家一直很想念这边的火山排骨 对不对呢 那今天呢 等等我们啊 就来打卡一下火山排骨 其实说实话 我也没怎么吃过火山排骨啊 今天是我也第一次来尝试 是因为以前很少去打卡这种网红的食物嘛 然后他们说这次啊 一定要来吃吃看 那我们就在这排队吧 这也人超级的多哈 真的是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火山排骨店了 这个刚刚现在外面还有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啊 刚也是排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人很多 现在还没有五人滑 哇 我不敢想象以后会什么样子啊 然后大家关心的火山排骨的价值呢 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小份的话呢 就是150泰铢30块 然后两个人的话就是240啊 还有290以及599这样子 因为我们六个人 所以就点了个大的 还有很多一些送当呀 木瓜沙拉呀 差不多也都是100株左右 他这边还有芒果糯米放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其他应该味道可能就一般了 就火山排骨大家可以点一下 然后点个送当什么都OK 那等会上来呢和大家来品尝一下吧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我们的火山排骨 绿优优的火山排骨啊 是不是铁上公主的老家吧 真的挺大的 我刚刚他在那里做的时候 他好多人在做 视频当中可能看起来小小蛋真的很大 但是其他的就不敢恭维啊 这是我们刚刚点这个鸡爪 然后这个蛋 我最想说的话就是这个空心菜 这个空心菜100泰铢20块钱量太少了 我就建议大家就来打卡这一个就行啊 然后吃其他去其他地方吃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来尝一尝这火山排骨了啊 先戴上手套这样子 先弄一块来尝一尝 他说要这样的汁会这样子比较好吃哦 这个香辣不辣 不辣 不是很辣 一点都不辣 泰国的东北会更辣 这是东北菜 这是东北菜 这位是泰国小姐姐晨晨 第一次在视频里面出现 他这个真的就是排骨肉比较少 这个主要是吃它的汁的味道这样子 嗯 真的不辣 然后给我一个鸡爪 我来尝一尝 我们来吃个鸡爪 鸡爪上一次我在另外一个夜市也吃过 挺好吃的 哇 我给你一个纸巾 来 陈陈 谢谢 我们来尝一下鸡爪好不好吃 鸡爪 鸡爪 鸡爪很嫩 特别的香 很好吃 这个是我们最大号对不对 599 对 差不多120左右吧 这个鸡爪很烂 我来尝一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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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他的这些小菜可以不点 不是那么的实在 但是这个排骨可以点一下 这个鸡爪我吃了一下也还蛮不错 大家以后就可以来尝一下 鸡爪挺好吃的 然后我们刚刚这么一桌的消费的话呢 是 是多少 1149 差不多200多 也还行啊 人比较多 然后我们点了一些饮料 同种加起来 大家以后自己来 这个夜市来吃的话呢 可以自己来打卡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懂我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在搜索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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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了 泰哥